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去呗 但是我第一次跟他说话我就跟他吵起来了 第一次见面就吵啊 我就特别怕他不唱我特别着急 我记得那一次的时候他们是跟另外一个搭档 他本来有搭档的时候 对他临时有事老板安排我们去搭档 然后我当时呢我就不敢唱 更何况那么多人 我从来我就没学过唱歌 我本身就有点绵绵 跟何况是在他面前唱歌呢 我说你不想唱歌又不唱吗 我说说了他之后 我想了他肯定也不会再合作了我们 谁知道他一夜之间他就想开了 那唱了什么呢 我发现他比我唱的还好听些 是吧 唱一遍我听听 看那春光早 喧闹了枝头 花瓣颜色好 阿妹更娇羞 看那春水流 流过小脚头 风吹个上飘 飘过吊脚楼 这首歌曲改编得很好 那是第一次你们的合作的处女秀 对 对吧 后来怎么就好上了呢 就是那一次吧 搭档 老板觉得还行 然后就让我俩搭档 签过手 对 他说他就是累了 想要睡一会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就睡一会吧 然后我唱 我说要不我就 你就拉着我的手吧 这样唱歌我就不跑掉了 但是我就拒绝他了 那签了还是没签 签了 后来我以为他睡着了 满满的都是套鱼 然后我就给他签 他签上拉着我的手 我就感觉 他睡着有人拉着我的手 不想要是搭档吗 不好意思拳过来 我就是 就是这样 搭档拉你手 你以后 跟别人搭档 那个小男生 签过你的手吗 原来那个搭档 没有 那说明你还是喜欢他的吗 对 然后我就 我也差不多就明白 他就是说 两个人都没有 从破那层纸 表白了 因为到年底了嘛 快回家了 然后呢 我们就路过一个 就是那种打戒指的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其实呢 我就刻了个情侣戒指 然后刻了个他的名字 刻了个我的名字 然后呢 我就给他戴上 他说小姨 咱们结婚嘛 我这样考虑了一会儿 我就说 你能照顾我几年呀 三年还是五年 总有一天 你会烦的 或者你会给我立了 我说你得考虑考虑 我也得考虑考虑 我回家之后呢 我把那个戒指给拆掉了 我也不敢给我爸妈看 我也任何人都不敢说 我藏在袖筒里面去了 我就这家好长时间了 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 所以我心里我就想到 肯定他遇到好的了 或者他爸妈不同意了 我说你可能跟我说一句啊 我的心里都特别的着急 也着急 都想把那个戒指给丢掉 但是又不舍得丢 所以我出来之后 就把那个戒指就拿了回来 我因为我家嘛 是山村里面 然后我家又是独门独户的 其实说起来 可能大家就不太相信 因为当时呢 就是回家的时候 我买的就是一个那种翻盖的 是按键的那种二桌手机 然后其实我给他发了很多短信 给他打电话 基本上就是打不通 一直就是让他这么误会下去了 就像我年个人 老板就是戳梯的时候 我们人都聚齐都该出去了 也没看到他 肯定是散了 后来没过几天嘛 老板就说 小陈要来了 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有点激动 但是呢 想着也特别顺气 他来了我也不给他好了 我也不理他了 他确实足足一个月 不打理我 我洗过手了 就是特别的脏 然后我就赶紧端一份水 我就说你赶紧洗手 你手脏了 他给我端过来吧 我看他 确实手也就比较脏 我就洗了 洗了我就洗了脸 洗好了 然后他就问我句话 他说你冷不冷啊 我说不冷 不知道突然就说出这个话了 不知道怎么 他就突然就说出来了 所以他说过话之后 他就立马问我 他说你干嘛不理我呀 我就说 那我回家的时候 你干嘛又不理我呀 不给我发信机 也不打电话 咋回事啊 他就给我解释手机的问题 解释了了 他就跟我说 我来就是为了你来的 你要是再不理我 我都准备走了 我就说 那你走啊 所以他就没说了 他俩就没追求了 然后我俩就 又俩俩就好起来了 后来就是 我老公做了一件 给我感动的事 带着我 向我朋友家去玩 我朋友在乡亚 下午的时候 我老公和他朋友拿音箱 到晚上了 九点到十点钟了 还没回来 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下雨了 真的下得大 等停了我就回去 就打完这个电话 我就好嘞 到了十二点了 他还没回来 我就跟他打个电话 我就说 你现在雨越下越大 你就别回来了 就在那个找个地方住吧 我说我又不愧 我给我的朋友可以聊天 他本身白天就做一天了 然后我媳妇他这个腰 他是做不了那么长时间的 然后我就必须回去 外面就下了大雨 就是说呢 然后就是乡下那个路 特别泥泞 然后就是四个轮子 全部都陷进去了 然后我朋友开车 然后我就下去 走一步 然后我就拿个石头 给他垫一步 然后就走一段 然后我就拿个石头 给他垫一下 然后慢慢地 慢慢地摸着 差不多两点多 到三点了吧 我就在外面敲门 他们一看 他回身都是你 你流失了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放心 你做一页 他说 然后我就想了 这个男女 值得我多重生 所以我就 再加给了他 今天是谁的心愿 今天是我们俩的心愿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开一家便利店 把孩子带在身边抚养 好 来 谢谢 都有孩子了 已经六岁了 一个 一个 男孩女孩 女孩 你这种身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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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唱的比你爸妈唱的还是好一点 奶奶是在哪生活 在安徽呢 我俩在衡水唱歌之前 所以你们要开一家便利店 卖个烟酒 卖个零食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把孩子接过来 我们来听听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女儿的健康成长 就是他们未来的希望 现在心愿即将达成 祝福他们今后的日子更加甜蜜 平安心